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晚上好 请问您怎么称呼 叫我Yuki吧 Yuki 你好 欢迎你今天来参加这么大的发展 谢谢 请问您怎么认识过来的 我16年来这边的时候 我在网上找到她 我们来的时候 当时这边也没有亲戚 有朋友介绍 然后我就在网上找到她 因为我想在这里安静 然后呢 她特别的尽责 很负责任 也很贴心 给我们考虑了很多方方面面的 比我们自己考虑的还多 所以在当时我找了三个别人之后 我就选择了她 因为我信了她 对 演员好 然后够专业 她够专业 而且真的是够贴心 她的责任心 贴心 热心 细心 该过这么好 对 三心五心 你们一定是这个 但没有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能不能说说几个小栗子 在你们整个相处过程中 看她怎么专业的 然后具体体现在哪方面 我们当时来这边的时候 从来没有到过加拿大 对这边的所有的天气 地理位置 各方面我们都不知道 然后呢 她就选了就是 按照我们的需求 去给我们选很多的 就是符合条件的一些 房子 让我们去做一个选择 而且她也会告诉我们 像这个窗户 对这个窗户是怎么说呢 或者是他们新物质的 或者还是 碰过的 碰过的 她都会很细心的 就是告诉 站在我们的立场上 去告诉我们 这些东西 对 就是也没有隐瞒 没有 有什么说什么 完全 就说一句广告语吧 她没有让我选择昂贵的 但她绝对是让我选择了对的 太精确了 您觉得是今天晚上在这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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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没看错没记错 您先生应该是我们的圣诞老人 对 对 对 嗨 嗨 在这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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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们觉得就是要过来 下次如果还要再跟他们去选择 必须的 我女儿21岁了 她男朋友27岁了 她婆婆家一直在推他们结婚 所以他们安家的话 肯定没有这样的选择 过来 哎呀太棒了 感谢